控新达电厂偷牌废水 台电包庇三年民众党团告发 环境部高市府应彻查 台湾民众党立院党团立委 黄国昌 陈昭兹 麦玉珍 7日召开新达发电厂偷牌废水 台电高层近遮掩三年记者会 出示影片内部验收报告 揭露台电新达发电厂花七亿 找外包厂商处理废水 红超公司却一直无法验收合格 台电持续包庇 不仅未解约 还同意降低违约金 简直是把纳税人当盘子 民众党立委陈昭兹 质疑台电为何不敢和红超解约 难道是怕无法处理废水 新达电厂会被勒令停工 无法发电 是否因为电不够用 才持续护航遮掩 民众党团在记者会上 直接向环境部出席人员告发 要求主管机关彻查 因为新达电厂涉嫌违反水污染防治法 稀释 绕流排放废水 恐怕涉及刑则 更可能影响环境生态与人体健康 黄国昌质疑台电已限制性招标 花七亿多元请来毫无处理废水 实际经验的红超公司处理废水 验收屡屡不合格 结果台电不但为要求解约或改善 还一路护航红超 甚至还和红超到工程会瞧违约金 从4000万瞧成700万 最后一毛不用给 黄国昌批评台电持续亏损要政府补贴 此案明明可以依法主张权利拿回违约金 台电却放任业者胡搞瞎搞 红超是没有处理废水实际的公司 台电当初这个标案是怎么给出去的 根据内部会议记录 星达电厂内部曾研议解约 最后为何不了了之 是谁决定不解约 现台电基层员工于不义 而最关键的问题是 花了七亿请红超公司却无法处理废水 这些废水流向何方 难道蒸发了吗 当然